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它當然可以變化出 非常多樣式 不用烤箱的點心 所以今天又再度要教大家 而且這一道點心 非常適合夏天 冰冰涼涼地吃 結合水果的風味 還有酸甜的滋味 非常地無負擔 到底是哪一道點心呢 趕快來歡迎今天的 果醬女王于美瑞 美瑞老師 大家好 美瑞好 我又來了 美瑞老師其實最擅長的 就是運用各種的鮮果 然後跟甜點來做結合 對 因為有很多的甜點 你學起來之後 你是走到哪裡 做到哪裡 一般人家裡一定都有水果 一定都有糖 還有檸檬 對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 很好吃的甜點了 而且今天要做的這道甜點 還是果凍的這樣子的感覺 對…因為這個效果很好 因為它吃起來就是酸酸甜甜的 也可以自己做 也不會很麻煩 而且在夏天的這個時候 其實吃果凍 對身材來說 也比較沒有吃甜點的 這麼來的高熱量 高負擔 當然 因為沒有放很多的糖 再加上結合水果 今天要讓大家吃得 非常地清爽 無負擔 所以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檸檬優格果凍 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 檸檬優格果凍材料有 芒果 水 75克 檸檬汁 25克 砂糖 30克 吉利滴片 8克 檸檬皮碎少許 芒果果泥材料有 優格一份 芒果 200克 砂糖 20克 砂糖 20克 檸檬汁 2分之1 老師所有的材料 真的好少… 我覺得裡面最難找的是這個 吉利丁片了 其實現在很多超市都有 對 你只要買一包 你就可以用很多次 其他的真的都很簡單 你真的都是上到超市 或者是甚至水果店 你就可以找得到 這一些的食材 但是要怎麼樣把它組合在一起 今天除了教大家做基底的果凍之外 還要教大家做一個醬料的部分 你是老師最拿手的 可是今天不教大家做那種 很濃稠…的果醬 今天教大家做比較清爽一點的醬料 對 一般的果醬 大概1公斤的水果會有700公克的糖 算是高糖 因為它要防腐 可是做的法式叫做 Compote 其實翻成中文有點像果泥的感覺 其實它是低醬 你還是要有一點點糖跟檸檬 去調味 可是換言之 它是不是就沒有像果醬 可以保存得這麼久 對 它可能放在冰箱三天 它就會壞掉 所以是要讓大家新鮮吃的 一種醬料 對 它算是法式的 糖煮水果的一種 像糖煮水果是糖漿煮水果 還要把水果煮軟了 然後維持水果的形狀 像這個Compote的話 果泥就先把水果先切丁 然後煮到它收汁的狀態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醬料 所以今天準備的是芒果為基底 但大家也可以去變換 你們不同的水果 基本上所有的水果都適合 對 所以我就可以選當季的 譬如說這個季節有 除了芒果之外還有水蜜桃 對 荔枝 榮鹽都有 只是差別是在於說 你如果選到香蕉 你會說香蕉的水分不夠 太少 太乾 對 蘋果水分好像也不夠 這個時候你就適時的加一點水 可是如果水分夠的水果 例如說芒果還有蔥粉的水分 鳳梨的水是最多的 那就千萬不要加水 因為你如果加水的話 你小火慢煮 還是可以煮到濃稠 可是會煮很久 你淋在優格上面 顏色就不漂亮了 所以還要依照每一種水果 不同的水分 含水量 來去稍微做調整 對 一點點調整 其實最好做的是草莓 因為它水分最多 而且它顏色很漂亮 大家又很喜歡 對 我們今天做的芒果 切得差不多是 兩顆黃豆般的大小 比較細 還滿細的 對 因為你如果切很大塊的話 感覺就像水果釘在上頭 你吃的時候嘴巴要長很大 要這樣 就不漂亮了 我們是希望就是可以 小口小口地放在嘴巴裡頭 當作潤滑的醬料的感覺 還有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煮空泡頭的時候 我們要把水果的形狀 煮到就像個果泥一樣 所以你如果很大塊 你要煮到它沒有那個形狀 是不是要煮很久 或者是說你煮完之後 還要再拿一個什麼 食物調理機 均質機 那個就很浪費時間了 所以不如就一次工 你就把它切細一點 好 這邊要怎麼樣來製作它 就把它放進去 芒果放進去 大家就不用擔心 會不會煮燒焦 因為你看芒果切完之後 它已經有水分了 對 接著下來就是糖跟檸檬 糖跟檸檬 就這三樣而已 對 因為糖 你只要加熱之後是不是就融化 然後就變成糖漿 糖漿就是液態 對 再加水的話它就會煮很久 所以我們就要加進去 而且這個果泥只有一個重點 大家記住這個重點 就保證成功不會失敗 是什麼重點 小火慢煮 慢慢煮 小火慢煮 對 我們煮果醬 是不是要先把它煮開了之後 就保持滾肺 你小火的話一定不會滾肺 可是這個空泥 我們糖非常地少 然後我們要小火慢煮 煮到它整個汁收乾就行了 你大火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就是燒焦 對 燒焦的話就重煮 就浪費食材了 對 所以現在就可以開始煮它了 對 我們就把它移到這裡來 好 要不要攪拌呢 偶爾 偶爾攪拌 對 因為你的爐火有的時候 它的爐火不會很均勻 這時候你就要攪拌 如果你的爐火 它不是這種明火 是電磁爐 那就OK了 它就小火 小小火 從頭到尾都是小火 只有中間那一搓的那種小火 對 或者是說 還是溫火的那種小火 對 溫火也可以 這樣也就是小火 好 就讓它慢慢煮 好的 所以果醬的部分很簡單 掌握一個重點 小火慢煮… 好 在這個果醬在煮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來製作果凍的部分了 好 果凍要怎麼做呢 果凍的部分 第一個 我們要讓它變成Jelly的狀態 是不是要有凝結的東西 那今天又不是吉利丁 你如果吃素的人就要用洋菜 果凍粉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是大谷做的 所以它是昏的 好 所以如果吃素的朋友 你就材料要替換一下 對不對 好 我們就泡在冰水裡好了 泡在冰水裡 你手上不管是幾片 一定要一片一片的下 如果是說四片 然後你一起放進去之後 泡軟了之後它四片 其實中間是硬的 就泡不開 對 在旁邊慢慢的浸泡一下 好 接著要做什麼呢 接著下來就是水 水 對 水 然後檸檬汁 我這個水 我可不可以把它替換成果汁 也可以 但是你如果替換成果汁的話 你就把檸檬也換成果汁 例如說你要做柳橙汁 你就把水跟檸檬 就換成橙汁就可以 對 就是看你喜歡要做什麼口味的 水果凍 就換成果汁 為什麼要加水 是因為檸檬它很酸 喝檸檬的時候 是不是要用水調開 對 你也可以檸檬跟水先混合 就是檸檬汁的意思 如果吃重酸的人 他就全部檸檬汁 也是可以的嘛 對 它就會很酸 邊吃邊皺眉頭 對 太刺激了一點 好 剛剛這裡頭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記得有水 有檸檬 有糖 這三樣材料下去之後 也要讓它到鍋子上煮 對 把它煮滾了之後 就大功告成一半了 這個需不需要注意它的火候 不用 你就是 你還是不要太大火 因為太大火可能你煮滾了 然後你的糖在下面並沒有融化 所以只要把糖煮融了 醬汁煮滾了就可以 有的時候糖太多 你如果沒有讓它攪拌開來的話 它是會造成我剛剛說的情形 假設你要煮非常大量 像小量的話其實是不會有影響 好 所以我們就拿著這個攪拌器 要一邊煮一邊攪它嗎 其實這個攪拌的動作 只是要把糖融化 我們知道糖100度就會變成糖漿 對 這個攪拌器是要給吉利丁用的 我們剛剛吉利丁有泡水對不對 有 我看它好了 軟了… 我們就把水瀝乾 軟了 水要瀝乾 對 因為吉利丁如果泡太久的時候 它也會爛掉 就會不見了是不是 對 我們要有一個概念 只要碰到吉利丁呢 我們要知道它幾度的時候會融化 好 50度 老師之前有說過我忘了 50度 50度 呼吸一下 對 我們的體溫是38度 如果是到60度的時候 我們手摸到60度會彈回來 那個大概60度 所以50度的話就是說 熱可以接受 可是已經接近要彈回來 那個溫度就是融化吉利丁的溫度 吉利丁要拌勻的話一定要… 所以你看我們手上的溫度 其實也還是可以稍微融化它 你看我剛剛擠吉利丁 部分就已經融化在我手上了 對 有的時候你如果那種很熱 或者是手濕濕的你去碰吉利丁 它其實就已經開始黏在一起 一片吉利丁要吃多少份的水 對 你要怎麼抓那個比例 一片吉利丁如果是2公克的話 我們抓它6公克的水 2公克的話 6公克的水 的水 對 大概就是它的吃水量 因為它現在軟軟的 其實它有水分在裡頭 所以它差不多是1比3 6倍 6倍 一片吉利丁是6克的 6克的水 對 它這個時候滾了 滾了 大滾了 大滾了 滾的時候是100度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火關掉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吉利丁片 丟進去 直接丟進去 一定要火關了才能丟嗎 因為你沒有必要要煮它 對 我們剛滾的是100度 我關掉之後它的溫度是不是在下降 我馬上丟進去的時候 事實上是7 80度 你可以看看 它已經沒有 沒有任何的 不見了 它渣在裡面了 看到這裡 全部都溶掉了 對 這個時候還要再加什麼呢 加檸檬皮屑 檸檬皮屑 你如果是做柳橙口味的話 這個時候就是柳橙皮屑 柳橙皮屑 對 如果我是換成譬如說水蜜桃 或者是鳳梨 或者是其他口味的果汁的話 也可以把果肉切成 非常…小的小丁 也是可以去替換的 對 有一些人就很聰明說 老師 可不可以做鹹的 鹹的 鹹的果凍能吃嗎 OK 鹹的話你就把皮屑 改成胡椒粉 有一點點胡椒在裡頭 把它吃起來 只要有香味的感覺 你就會沖在甜味 你就會以為它是鹹的 這樣有一點像是那種 米其林的菜色 會出現著前菜的感覺 對 是這樣子 你看這樣做好了之後 是不是像你的湯上面有香菜 這個一定要前一天做 是因為它必須要冷卻之後 凝固的時間 所以前一天做的話 現在趁熱 把它倒在容器裡頭 隨便一個容器就可以嗎 你要使用它的時候 你會整塊挖出來之後切丁 這個時候不要直接放冰箱 這樣冰箱就壞掉了 對 你要等它冷了之後 再放冰箱 所以我們的果凍液 把它放冷卻之後再冰 大概要冰多久的時間 它會完全凝固成塊 至少要六個小時 如果你的冷藏的情況 是非常好的話 一般來說如果是家用的冰箱 大概就是一個晚上 是冰在冷藏 不是冷凍 對 的狀態下 大概至少六個小時左右 所以前一天就做好 待會兒再來組合 再來看看醬料的部分 剛剛老師也已經煮好熄火了 是不是就沒有湯汁了 沒有汁了 收汁了 有一些人說 可是你的感覺還是有一點湯汁 可是我們要知道 當它冷卻的時候它會收汁 如果你現在煮到它真的完全 一點點水分都沒有的時候 當它收汁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 這不是醬汁嗎 我們剛剛不是說醬嗎 怎麼會變成一塊 對不對 所以讓它 大概這樣的狀態就行了 所以醬的部分也要讓它冷卻 對 好 同時完成了果凍液跟果醬 還有優格這三個東西 待會兒要如何把它組合在一起 變成我們的夏日繽紛甜點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前面又變得非常豐盛的 很多很多 一小碗…的繽紛的食材 這就代表 我們等一下就要開始進行 我們組合的步驟了 不過最重點的 要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的果凍 果凍液的部分 這已經經過一個晚上的冰了 對不對 對 而且妳摸摸看 噴噴 好彈喔 像不像嬰兒的屁股 很可愛的 可是它跟吉利丁做的果凍 跟一般果凍粉做的果凍 口感不太一樣 因為吉利丁比較有彈性 你如果是說 剛剛有講到吃素的話 用洋菜粉做的話 口感就會比較脆一點 會硬一點 因為大家一般 比較常吃到吉利丁 是在奶酪當中會出現 對 還有吃蛋糕的慕斯 裡頭都可以加 讓它可以挺立的感覺 就是它會有一個那種 就是拉扯的彈性在裡頭 所以做出來的果凍 你應該也可以想像一下 它是會有那一種 很濃郁很濃郁的奶酪 然後凝固的那一種感覺的口感 這樣子的果凍 就是用吉利丁做出來的果凍 對 就是剛剛的配方是這樣 你如果說想要調整配方的話 你就可以以這個軟硬度 做成一個基底 你如果要硬一點的 那你就多加一點吉利丁 其實我有吃過那一種 就是剛剛老師說做鹹的 然後它是在那一種 就是法國菜裡頭的 前菜的那一種的感覺 它會做得稍微再水一點 然後吃起來是那種 入口即化的那一種果凍的感覺 對 它其實就是把醬汁 當成水果汁的部分去處理 所以它的醬汁本身就已經做好 它也許是甜菜汁 也許是紅蘿蔔汁 對 它們是用那個汁 其實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學完了今天的 果凍的做法之後 就可以再去做衍生的變化 看你想要變化出什麼樣的口感 甜的 鹹的 甚至把它發展成一道菜肴 前菜 都是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玩的 對不對 對 好 這邊先跟大家來 大致上介紹一下 要裝飾可以用到哪一些的步驟 最新鮮的就是用各式的水果 但是要讓它有再吃甜點的感覺 所以這邊水果老師都很可愛 把它挖成一球一球的 我們就是拿一個挖球器 用一個小道具 對 拿一個挖球器挖成圓的 就會很可愛 所以事先你就可以 依照你喜歡的水果的口味 譬如說這邊有芒果 火龍果 然後奇異果 本來就是圓的 你可以準備櫻桃甚至是西瓜 等等的 就是你喜歡的水果 就可以先把它準備好 旁邊的這個看起來五顏六色 這個是什麼 砂糖 加了一點點食用的色素 所以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繽紛的顏色 對 但是其實我們也吃過這些東西 棉花糖 棉花糖是不是都五顏六色 其實就是它不是白砂糖 放到機器 它是用這個食用色素 然後調出來的顏色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 運用在裝飾箱頭 對 就是感覺比較開心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水果 雖然形狀都一樣 可是我們在顏色的挑配上面 會看起來是很跳的 就是黃配綠 會配白 所以你剛剛講到的 還有有一些紅色的感覺 如果是有西瓜的話也很好 好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熬煮的 芒果醬汁 還有我們準備的優格的部分 對 我們要把它組合在一起了 要怎麼組合它 先切這個 果凍 對 其實我們要切多大呢 我們要看看我們要放在哪裡 容器 大概這樣子的大小 如果是這個容器的話 看看我們其他水果的大小 所以我們就不要切太小塊 因為太小塊你可能一切碎掉了 或是還沒吃之前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要切大塊硬一些 好 但手還是要先洗過了 對不對 遇到我們的盛牌 好Q喔 它剛剛還翻了個筋斗 然後又再翻回來 不會斷掉 對 然後馬上送回去 其實這個果凍直接吃也很好吃 你如果家裡有冰淇淋的話 直接把冰淇淋放在果凍上面 就很好吃了 吃個小口看看 酸酸甜甜的 而且檸檬皮的味道好香喔 入口即化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就來組合它 第一個 我們是先把優格放進去 優格 對 我們是配合容器的感覺 所以我們希望優格放在底下當底 然後我們再把水果果凍 一一地放上去 好 再來是 我們手還是要洗得非常地乾淨 好 放上我們的果凍 對 切得大塊一點 我覺得吃起來比較過癮 比較過癮 好 因為我剛剛嚐那個滋味 那個酸勁 真的 有 接著下來就是依序地放上水果 可以幫忙一下 好 最後再把空泡放上去 就是芒果醬 它們全部都浮在上頭 好 所以放的時候也可以稍微交錯一下 它的顏色 對 感覺是很豐富的 接著這個放上去 對 顏色 好 最主要的是我們這個 我們的剛剛熬了多久的醬 對 其實這個醬跟優格直接吃也很好吃 但是我們希望還是有一些 奇葩的水果可以在裡面 然後呢 最後我們就是畫龍點睛一下 你可以撒上一些彩糖 對 在裝飾上薄荷葉 很簡單的堆疊的裝飾 其實大致上就完成了 對 夏日天地 好 待會兒我們來試吃 看看它的口感 不過今天教大家做的 檸檬優格果凍 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步驟提醒呢 先帶大家一起來做個總複習 檸檬優格果凍的材料有 檸檬果凍的部分 水75克 檸檬汁25克 砂糖30克 吉利丁8克 檸檬皮碎少許 優格1份 芒果醬的部分 芒果200克 砂糖20克 檸檬汁1 2分之1顆 做法的部分 先做檸檬果凍 將水加上檸檬汁 砂糖煮沸之後熄火 接著將吉利丁泡冰水 軟化瀝乾 將吉利丁以及檸檬皮碎 加入煮好的檸檬汁當中 攪拌均勻 將做好的液體放入容器當中 冷卻之後冷藏至凝固即完成 芒果醬的做法 將所有材料放入鍋中 以小火煮至濃稠收汁即完成 我們要開動囉 剛好這邊有一大塊的果凍 還有芒果醬跟優格 老師 我都不用咬耶 我覺得你的表情 就是一個微酸美人耶 對 它進去的檸檬 你會先吃到一個很新鮮 很像在吃整顆檸檬的 那個新鮮的酸的刺激 但是旁邊的熬煮的 甜甜的芒果醬的香氣 會伴隨在你的 第二個味道席捲而來 優格的稍微潤滑的口感 也會秤在旁邊 可是我覺得最主要 最香的來源就是檸檬果凍的部分 檸檬的 因為像你如果有一些人 他夏天他想要吃冰 可是他不能吃冰 他身體不太能接受冰的刺激的話 他可以吃像這樣的甜點 還滿適合的 而且我覺得這是非常養生 而且沒有負擔的一個冰品 自己在家裡 一定要做做看 今天謝謝美睿老師 謝謝瑋瑜 謝謝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禮拜見了 Bye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